小伙挑战17阶魔方,他能成功吗? 说到魔方,相信大家都知道,很多人也玩过魔方, 魔方最早是起源于匈牙利,是一名建筑学院的教授在1974年发明的, 现在魔方也是一种竞速的手部极限运动, 玩魔方不仅能够达到减压的效果,还能集中你的精神, 而魔方也是分为很多阶级的,有2阶,3阶,4阶,5阶等等, 最常见的就是3阶魔方,但是,你见过17阶魔方吗?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,这17阶的魔方不仅大,而且图案和3阶的也不一样, 这个魔方分割不是和3阶一样是均匀的, 这光看着就让人眼花缭乱了,就更别说是还原了, 这不,以外一位小伙就打算挑战还原17阶的魔方, 下面就和丫头一起来看看吧, 这小伙为了知道自己的还原速度,还特意的用计时器记录了, 这件小伙在飞快的转动着这魔方,慢慢的,时间也过去了两个小时了, 魔方在小伙飞快的转动下,也慢慢的还原了一小部分了, 不过,要全部还原还是要很长的时间的, 而小伙也在继续研究还原的方法, 看样子,小伙是想先把中间的还原,再来还原旁边的部分, 慢慢的,过去了7个小时后, 小伙终于把这个17阶的魔方还原了, 不得不说,这小伙也是牛逼了, 估计这小伙一段时间不会碰魔方了, 不过,看着这还原成功的魔方, 还真的是有满满的成就感了, 小伙伴们,你们能还原几阶的魔方呢? 好了,视频分享就到这, 我是丫头,点击订阅,关注我们,下期见!